大家好 我是方正老師 接著我們要探討就是說 什麼是3次更到2 那如果x是3次更到2的話 那表示x的3次方就會等於2 3次方就等於2 那這邊我們就不必特別說x要大A 因為我們x平方等於2的話 x會有正負的 那我們要的是那個正的 那3次方等於正的 那x一定是正的 那所以我們就不用特別再寫 不用再特別寫 好 那同樣道理 這個x的3次等於2 那x就是3次更到2 你也可以大概知道它等於多少 大概等於多少呢 你也可以讓1的3次方是等於1的 那x的3次方是等於2的 那2的3次方是等於8的 2借在1跟8之間 所以你的x就會接在1跟2之間 所以 我們的x呢 x就是3次的方 x會接在1跟2之間 那同樣道理可以跟剛才一樣 可以再找1點5去跟它比較 把3次方就可以做比較 跟2來比 好 那這樣也就是說 如果說3次更號27 這個應該等於多少呢 那意思就是說 x如果是3次更號27的話 表示說你的x的3方就會等於27 那我們知道3的3次方等於27啊 所以這個就會等於3 好 那同樣的剛才也是一樣 就是你如果是更號的話 比如說 更號9 好 或者更號16 這個兩個要怎麼取呢 就是說如果你x是更號16的話 那表示你的x平方就要等於16 就要等於16 那而且x要大於0 那誰的平方會等於16呢 當然是4啦 還有-4 可是大於0就只有4啦 所以這個答案就是4 好 這個答案就是4 同樣啦 如果你x是等於 根號9 那就表示x平方等於9 而且x大而已 那誰的平方會等於9呢 當然是正負3 那正負3等於9 那x就是正的那個正3 所以這個 根號9就是3 好 那這個就是我們 對於前面這9個問題的解答 希望你也能夠學得很快樂 那如果你有問題的話 歡迎跟我聯絡 我會盡快幫你解答 謝謝 好 請我來跟大家不提答 啥 並不妨相 我可以試過 我是可以看